晚安會說今天台式晚節新聞 我是林依儒 危險的騎車行為 有民眾直擊 在新北市中和區 有一名騎士三天上路 放任小孩站在後座乘客的腿上 一路像這樣搖搖晃晃 讓不少的民眾看了直呼 真的是非常危險 大馬路上車來車往 仔細看前頭 這輛機車不太對勁 三天就算了 年紀大約幼稚園的小小孩 竟然直挺挺地 站在後座乘客的腿上 似乎沒有戴安全帽 身上更沒有任何的綁帶 或是安全措施 最誇張的是保護小孩的 只有環抱他腰部的那隻手 誇張情景宛如在表演特技 機車搖搖晃晃穿過好幾個路口 若是一個重心不穩 小孩墜落馬路後果 真的不堪設想 很誇張很危險 如果萬一他摔倒怎麼辦 就覺得他那樣小孩 會不會掉下去 然後他如果騎得很快的話 抓不穩的話 他就可能會掉下去 微補一幕就出現在新北 中和明的路附近 這裡車流量大 路口耗質多 加上沒有機車專用道 騎士只能與汽車爭道 網友將影片PO網 說騎車這樣抱小孩 真的很可怕 許多網友看了也說 三保家長真的無極限 根本把孩子的命當作兒戲 看了就知道 不把小孩當作一回事 這樣肉包鐵真的超危險 最近機車是那個做包鐵 兒童做移動 他們有安全帶把小孩綁住 他如果是你撞到的話 小孩子是跟車子一起跑的 那反而更危險的 騎乘機車 負載乘客 僅限一人 且均需配戴安全帽 以保障自身的交通安全 危險行徑 要民眾來檢舉 警方才可依道 交處罰條例 向騎士開罰 最高600元 但罰錢是小 貪一時方便 危險三貼 若發生意外 恐葬送小小寶貴生命 真的會後悔莫及 記者馬盛杰 張維哲新北市採訪報導